为年长者改善职场和生活方面的幸福老龄化行动计划将更新内容 以便更好地让年长者应对冠病带来的改变 来自各行各业的46名参与者组成了咨询团 并提出了9项建议来改善年长者的生活 咨询团的建议包括为年长者设立一个结合线上线下的专属求职平台 让他们能在同一个平台获取信息并简化寻找工作的过程 也有参与者认为可以推出活动的改变雇主对年长者的基地印象 也有参与者建议设立多代咖啡座并举办活动 让来自各年龄层的人事交流 咨询团会将建议交由政府考虑 卫生部第二部长马善高感谢咨询团过去四个星期的贡献 并指出有关建议带出了老龄化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潜力